哈囉,我是VV,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Nice Core 好喝錢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小提琴跟中提琴的各種演奏法 今天的特別來賓也是跟上一集一樣,是我的大學同學子涵 嗨,大家好 子涵今天要幫我們介紹小提琴跟中提琴的各種演奏法 第一個我想問的問題是,就演奏法來說,小提琴跟中提琴是完全一樣的嗎? 有沒有一些什麼拉法是只有其中一個樂器有,但是另外一個樂器沒有,或是少用的? 基本上演奏法都一樣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是,其中一個樂器會有,但是另外一個樂器是比較少用,或是比較不會那樣做的? 基本上中提琴還是受限於它的弦振動比較慢,所以比較快的技巧性的東西 在中提琴上就比較難去演奏 今天我們要多來用中提琴來示範 首先我們先來示範各種拉法 第一個可能是最基本的上弓跟下弓 所以上弓跟下弓到底是什麼? 功運做的方向 所以你的手如果是往上,朝自己的臉部移動 就叫做上弓 右手向上移動是上弓 右手向下移動是下弓 你在五線譜上面上弓跟下弓的符號是什麼? 下弓就是一個注音符號m 然後上弓是一個英文字母b 所以假如我是寫曲子給弦樂的人 我需要去指定就是我要上弓還是下弓嗎? 還是基本上你們自己會知道要怎麼拉? 基本上演奏者可以自己判斷他要用什麼弓 那如果作曲的人他對於一些音型有特別要求 他才需要特別付出 在作曲上有哪些情況下我會需要就是你一定要用下弓或是一定要用上弓? 或是說上弓跟下弓的音色或是感覺有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以現在演奏的方式好像大家反而會希望下弓跟上弓 進於分辨不出來的狀態 所以其實好像你要安排是下或上 就是有演奏者抄演奏就好了這樣子 所以對於弦樂的人來說你們反而會練習就是上弓跟下弓 聽起來要一樣這樣子? 在大部分時候反而是講求分辨不出來就是一致性比較高的 上弓跟下弓分辨不出來其實是技巧比較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說抖音 就你們一般拉琴而言你們對於抖音的處理是怎麼樣? 你們會預設就會全部的音就抖音嗎? 還是你們是怎麼想的? 如果是在錄音室的狀態下有透過麥克風收音 會比較講求需要大量的抖音 那如果在古典曲目上面也許是在音符比較長的地方 或是需要去圖先某一些樂劇裡面的某幾個音的時候 會安排在那些音上面做抖音 所以同樣的如果是寫曲字的人 我們需要特別指定你要不要抖音嗎? 比較長的標註 還是在特別標註這一段樂曲不要抖音 那這樣子演奏者就會很清楚知道作曲家想要表達的是 一個比較平靜平和的聲響 就不要再多做裝飾 所以感覺上抖音好像比較像是預設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不要抖音的話我要標示說你不要抖音 因為通常不會去特別標示要演奏者 處理抖音這件事情 對 接下來是用哪一條弦來拉的問題 我知道弦樂的譜上常有SOL C SOL G SOL D 這個東西對不對? SUL 這個是作曲家可以指定你想要用哪一條弦拉 所以什麼時候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同樣的音用不同弦拉的感覺是差在哪裡? 因為不同條弦有時候是材質有時候是粗細 多少都會有一些音色上面的轉換差異 那如果維持在同一條弦上演奏就可以維持那條弦律線有一致性的音色 所以我們需要特別去指定你要哪一條弦嗎? 或者說你們演奏者會自己決定說什麼時候要特別放在哪一條弦拉? 呃演奏者會選擇自己最好操作的弦去演奏 所以如果是作曲家他特別想要某一種一致性的音色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自己標注 那普通時候就是不需要特別卸的 接下來是常見的各種演奏法 首先是spicato,spicato的中文叫什麼?你們都叫他什麼? 一般看到這個字應該是直覺是跳弓 跳弓就是用他會利用弓的彈性然後去處理每一個音 所以聽起來的音色會比較圓潤一點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說一些長音的拉法 首先是legato,legato是圓滑對不對? 所以圓滑座在小語情或中語情上會怎麼樣表現? 弓的方向一定要持續嗎?或者是不一定? 基本上就會讓他在同一弓裡面完成 就是你的弓在往同一個方向走的時候 手指動來拉不同的音,加上他不要斷掉這樣 那tenuto呢? tenuto的話他就會切開每一個音 音跟音之間會有一點點的空隙 但是上弓跟下弓的方向也是一樣 就沒有特別之處 就不一定要一樣 那protatto是我們可以叫半段奏嗎? 嗯,通常也是在同一弓內完成 但是他同時又要分開每一個音 最後一個我一直不知道是什麼是detaché 這個是什麼東西? 嗯,他的狀態有點像是弓在弦上 這樣施加壓力並且用很快速的弓 去演奏一個音符 這個有沒有中文的講法? 沒有 好像是沒有 然後我知道他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floatando是什麼? 你們都叫飄飄弓是嗎? 就是用很輕很輕的弓 但是是快速的 很輕又快速的弓速在弦上演奏 那有一點會造成弦無法完整震動 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 你有印象有什麼去之寫這個嗎? 通常樂團應該比較常見 在管弦樂團的曲目裡面比較常見 再接下來是弓的位置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字叫做soul ponticello 是這樣念嗎? 跟soul testo 這兩個是什麼? soul ponticello 是把弓放在接近琴橋的位置 演奏那他就會發出一些比較尖銳的雜音 靠近琴橋會有尖銳的雜音 對,因為你在那個地方 弦沒有辦法完整震動 所發出來的奇怪的雜音這樣 OK 那soul testo是靠近紙板 也就是另外一邊 所以他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他其實只要製造一個比較 灰暗比較悶的音色 所以這個特別叫你靠琴橋 或靠紙板拉的演奏法 你們在一般的曲子會常看到嗎? 或者是說你們會自己決定 你們應該怎麼拉? 通常在樂譜上 做曲家就會有明確的指示 因為這比較不是一般 正常該發出來的琴聲 接下來是trill跟tremolo 他就是同音或者是雙音 快速切換的演奏法 在鋼琴上 同音要重複是非常非常難的 可是在弦樂上面很容易對不對? 嗯,相調直下應該算了 所以你只要左手按住 然後就是弓不斷的抖動就可以 對,還是要靠一些手腕的靈活度 所以像這樣子的拉法 我們叫做tremolo 同音字重複的叫做tremolo 那如果音程是二度切換的那種tremolo 我們就叫做trill 你應該有注意到我們現在都叫意大利文的那個名字 因為tremolo跟trill一個叫正音也叫佔音 可是我們的聰明的教育部把他們這兩個字反過來了 我們小時候學的trill叫做正音 但是現在trill叫佔音了 所以我們決定都不要用中文了 那我有點好奇的是 tremolo的時候音程可以多遠嗎? 我想要抖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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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抖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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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可以拉的嗎? 嗯,是可以的 如果在同一條弦上是比較容易 如果在同一條弦上就比較容易 跨弦的話就不太可能對不對? 跨隔壁弦還是可以演奏 但是速度上就會慢很多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雙音tremolo 雙音快速的重複 嗯,也是可以的 接下來是弱音器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弱音器到底是什麼 以及它怎麼裝 弱音器其實長很多樣子 那比較常見的是一個長得像豬鼻子一樣的 小小的橡膠圈圈 所以它放在哪裡?它可以幹嘛? 那一般在使用上的時候會把它架在琴橋上面 去抑制琴橋的震動 讓琴橋的震動減少就會讓音量減半 然後音色也會有點變對不對? 對,音色也會變得比較悶 所以通常我們什麼時候要用弱音器啊? 也是由作曲家來決定 作曲家來決定就是說 這段它想要弱音器 你們平常不會就是特定的情況 裝弱音器上去這樣? 不會,那也算是特殊音色的一種 所以就是由作曲家來決定 它想要切換到這種音色 下一個招式是Colenial 這個我也很好奇,這是什麼? 就是急功奏 什麼叫急功奏?打急的急是不是? 對,會這樣用中文翻譯 然後就是把功反過來用功感的部分去敲擊琴線 所以它在什麼時候會出現? 這也是屬於一種特殊音色的使用 你可以想到哪個例子嗎? 它是一個常出現的東西嗎? 在樂團中還蠻常出現的 比較近代的作品才會用? 嗯,比較近代的作品 它可能是要在一種很小的音量之中 要製造一些特殊的聲響 接下來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泛音 所以弦樂的泛音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是按弦的那個手指輕輕觸碰在弦上 但不要完全往下按住 然後右手還是正常的演奏它 所以它是有好幾個特定的點可以按對不對?還是... 對,基本上就是泛音列上面的節點 今天想介紹的最後一個拉法是Glissando 滑音 滑音就是手指在琴弦上直接滑動 另外一個我想知道的問題是 就是在電腦上面編曲的時候 有些弦樂的圓滑的音色 它會從一個音滑到另外一個音 譬如說我彈 Dou So 它會有Dun 中間會有那個滑音的部分 你們平常拉圓滑奏的時候會這樣滑上去嗎? 會滑進接下來那個音嗎? 正常演奏下來會盡量避免滑音 OK 說完了各種拉法之後呢 我們就要說波的了 所以一般的波弦是怎麼波的? 用右手手指波 你們會特別用哪隻手指嗎? 或者說同音如果連續波換手指嗎? 像鋼琴一樣這樣子嗎? 也是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 實質中指連續快速踢完 有這種東西嗎? 也是有 但是通常還是看 演奏者他善用哪一隻手指頭 然後手指比較粗的那一根手指頭 播出來音色會比較圓潤 波弦有沒有速度限制? 可以連續播那種十六分音符之類的嗎? 還是其實不要這樣寫比較好 對還是盡量不要讓它太快比較好 是不是還有一種波弦方式是用左手來波弦的? 嗯 什麼時候你會要用左手來波弦的? 通常是炫技的時候 通常是要炫技的時候 一般的時候其實不會用到左手來波弦 比較少 而且通常還是在小提琴上面居多 另外我還有聽過一種波弦的方式叫Snap Pizzicado 或是有人叫巴爾托克波弦 所以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也算是一種特殊的音效 就是將弦直接從紙板上拉起 然後再快速的放掉 讓它會彈回去打到紙板的聲音 所以就除了原本的音高之外 又會發出另外一種聲響 所以那個會很容易把它先播斷嗎? 可能很容易讓弦變得不準 但是當然也有斷掉的可能 因為你把它拉起來很遠 所以它會變成不準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提琴跟中提琴的各種演奏法的介紹 子涵在下一集還要幫我們回答各種雜七雜八的 關於小提琴跟中提琴的問題 所以請大家不要錯過哦! 這個影片是由好弦全部一起 大包裝提供給你 你現在只要用8塊錢 每進一張的任何價格 就可以把好弦全部九個大包裝一次帶回家囉! 裡面除了六倍YouTube畫質 還有好很多的原始影片檔 還有可以存在手機裡面 一邊吃雞翅一邊聽的MP3版 總共有180幾將近23個小時 檔案大小26GB的內容 另外還附贈好弦的背景 音樂檔案獨家的8-bit Remix 版本 以及所有好弦大包裝的圖片 超划算的啊對不對? 想要以實際形狀支持好弦的粉絲們 趕快一起來買 好弦全部一起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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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吧! 最後歡迎來到nicecore.com 訊息 sitä關鍵作曲、編曲 還有電腦音樂的技巧 我是Wube atmospheric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 bwd6